博物館的東西了 真的 而且現在全世界 我們可以很不禮貌的 要求聽一下嗎 沒問題 太棒… 超好的 這個是1914年 台灣人坐三天的船到日本去 錄音 也都在日本鴉片了 對 台灣沒有拿鴉片 台灣應該是1930 三幾年才有對不對 對… 可以鴉片嗎 對… 鴉片戰爭是在中國大陸 不是… 那個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關係 不要講話… 真的可以聽一下嗎 我們來聽一看 不會不會有什麼歌 但是這個全世界現在也只留這一張 如果要的話就慘了 天啊 各位 台灣第一張唱片 好 我們來聽一看 原因重現 好刺激…好緊張 天啊 八音…廟前 南館北館 對… 有人唱歌嗎 沒有耶 就純音樂 它是純演奏 因為當時的人他們會害怕 他們的靈魂會被吸走 所以一剛開始的時候不敢錄音 天啊 各位你現在聽到是台灣第一張 1921年耶 1914 1914年啦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要開打的那一年 對…還沒開打前戲這樣 而且最酷的是 它其實本來沒有意思要收藏這一張 黑膠是意外找到 不小心收藏到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我朋友就找我 跟我講說他買到了一批唱片 問我要不要去看 我太菜了 根本就不知道說這個唱片的珍貴性 對啊 剛剛開始收藏而已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在這一批裡面我就挑了一些 紅色片心啊 看起來漂漂亮亮的 星星的 對… 我就買回家了 以前除了黑膠還有紅色的 對 還有藍色 我印象中 彩膠的 彩膠 然後別以為我們沒有看到這張彩膠 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哪一張… 來… 這是A片 台灣好色 好來… 這是什麼 第一題 第一首 在這明媚春光 聽起來還好 第二 是誰啊 第三首 這幾天我都沒有看到妳的寶貝 第四條 妳這個是怎麼了 表現不好 第五個 自從妳我相識 第六個 這招叫什麼你知道嗎 來 真的滿有趣的 這些每一點一滴都是非常厲害 他有一個很酷 會看得到血在流動的上面 沒錯…就是這一張 這一個 看什麼意思 這個最特別的 有看過是上號星期五的電影 鬼片…恐怖片 對 1980年的時候他首映 他因為低成本 但是卻獲得很高的票房 所以受到非常多人的歡迎 到後來又拍了第二集 第三集 厲害了 A生意要送給我們 但是我們要出題目給你們看 是的 來… 好的 我們要出的題目是 請問這一張13號星期五的黑膠唱片 目前市值多少 A 5萬元 B 9萬元 C 13萬元 或是D 20萬元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猜對的話 我們會送出的就是這個 不管是台灣好色還是台灣好色 就是這個聽覺版的A片這樣子 好 那我把它拿出來 但大家不要嚇到 是嗎 因為它最特別的地方 因為全世界只有限量100張 但是因為它手工製作 大家 所以裡面有東西就對了 有東西 你來 打開它 來 我打開 寫在裡面流動 會流動的寫耶 好酷喔 好酷喔 你看以前的設計多好 好有創意喔 對 所以它在等於有液體 液體在 對… 對 但在播的時候 它也就是緩緩的流動而已 緩緩的流動 太恐怖了 好 請問一下多少錢 5萬 9萬 13萬 20萬 就是20萬了 你覺得就是20萬 C 我猜C我想 我個人猜9萬 你猜5萬 我也猜 總有一個人可以拿獎 對…也是… 好 5萬 9萬 13 20萬 你逃不過了 沒有 就我們看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B 9萬 不好意思 這A片我的了 不是 真的假的啦 怎麼好意思 但是我沒有收集這種東西 阿咪老師 我轉贈給你 阿咪老師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對啦… 還剛好是綠色的這樣子 對啦 跟小咪一起共同 對啦 這個想辦法把她聲音… 聲音出來人家發給我聽聽看 對…她在用耳機聽看 太精采了 謝謝我們的林大哥 謝謝 歡迎我們的小潔 小潔好 你好 怎麼會想收藏 應該是自己穿著穿 然後最後就變成收藏家了吧 這應該是男生的夢想吧 對啊 那你總共收藏了多少雙 總共有五十幾雙 五十幾雙 你不要看五十幾雙喔 一雙動不動就十幾萬 二十萬以上 好恐怖喔 對一個年輕人來講 算很老是吧 是珍藏 收藏啦 各位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一內容 因為他的每一雙鞋 Kobe Bryant本人都穿過 就是 這是那個Kobe穿過鞋子的證書 其實沒有帶鞋子過來 然後他會比對就是那個鞋子 他要比對照片一模一樣 對啦 不然一雙鞋子 好像你說誰穿過都沒有辦法證明 但是他是每一個刻痕或是刮傷 或是他在場上做了什麼事情 都要必須是完全符合的 才能夠拿到這個證書 對 我可否知道 這一個是在Kobe走了以後 在收藏的嗎 是過世前收的 對 那就更值錢了 當時是多少錢 是四十幾 四十幾萬 四十幾 比較特別的是這一張 這一張是 球員卡 對 然後它是全世界只有限量五張的 然後它這個是把他穿過的球衣 用在裡面 他衣服的一小部分 然後坐在這個簽名卡上面 然後你是有一個網站跟大家分享 發在我的Instagram 這一張我當初大概買四萬塊 然後過世後有人就是來問我說 願不願意 90萬 賣雞 來收藏這個了吧 沒有 好誇張喔 90萬耶 你要怎麼拒絕啊 這上面有簽名 這也是就是 它在上海試競賽的時候的一個 比較特殊的配色 然後的 它這個都跟一艘船一樣 對…他們的腳都世界保護 腳超級大的 我問你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現在很多的這一類的球鞋 為了環保的概念 對 所以可能放一段時間以後 它會糊掉喔 真的是糊掉喔 整個爛掉 氧化掉就沒有 怎麼辦 你的會嗎 會 所以要放在防潮箱裡面 很多都好像用保鮮膜包起來 這個拿保鮮 然後還會放乾燥包 然後再開除濕機這樣子 它很酷 它還有一雙是全球只有100雙的 然後它是紀念第一個 NBA MVP的輕油款的球鞋 哪一個 只有他的好朋友才有 等於說他有一個好朋友 把這雙鞋賣掉了 出賣他 就是這雙 他是在08年的時候 第一次拿MVP 據說當時只發給他的輕油 然後是不到100雙的數量 OK 然後最後還是 有人把他留出來 然後就很 對 哪一個人這樣 對 輕油中的那個行情不好 對啊 一定他姑姑 什麼二舅舅這種啊 二舅舅一定搞不清楚 這一雙你取得是多少錢 大概3萬左右 這個應該有機會 3萬還可以啦 然後他竟然還有Coby 最後一次明星賽的周邊 是哪一個 這件球衣還有這雙鞋子 然後因為Coby 他入選過18次明星賽 所以他都會簽這個 就是18次明星賽的簽字 18次 對 第18次 那有一個嚴肅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好不好 他會用內增高嗎 不會 如果今天我們意外發現 Coby Bryan生前其實有內增高的話 我覺得我們很了不起 我們 他都快200公分來內增高 他其實是中嗎 還要內增高 兩隻一來 好 還有什麼要介紹 對…他只有有一次 在那個球員卡墊裡面 不小心發現 全世界居然只有10張的影音球 你下載中天是有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是有網APP 很關鍵的理由 有中天 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為全世敢說真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說真話 守目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